國民黨馬英九說 馬前總統說這無色九二共識 他說雙方應該儘管放下政治成見 將問題解決 如果有誠意問題都不是問題 再來這無色九二共識 這個是雙方對病從害的看法不一致 這時候蔡政府應該要照顧農民權益 維護兩岸關係順暢的發展 來 我們來看VCR 放下所有的政治的成見 趕快把這問題解決 事實上這問題不是不能解決 如果有誠意的話 應該很快就可以解決 那你們覺得說這個問題的核心 是在九二共識嗎 這地方應該沒有直接涉及到九二共識 可能雙方對於這些病從害的看法 有些不一致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 要照顧到農民的權益 蔡政府也應該趕快藉由過去 馬正午時代就已經簽署了兩岸的 這個農產品的經驗檢疫的協議 在這個平台上面趕快去做協商 解決問題才對 那這個我們也不希望穿雜任何其他 不需要的政治因素在裡面 那國民黨的這些政治人物呢 我剛剛講過 他們有點投鼠忌器 國民黨就是一副好像想挺 但是又不知道怕瞻前顧後的 又怕可能就是我剛剛講過 怕得罪中國吧 所以才會這樣讓人家覺得說 你為什麼每次在這種事情表態上 就是畏畏縮縮的 那不夠大氣 那我剛剛講過說 其實在2月26號這一天 中國宣布我們的鳳梨不能進口到中國去 同一天中國的媒體在大肆的在宣傳 它的廣東徐文 徐文餡的鳳梨 他說這個廣東徐文餡的鳳梨 占整個中國生產的大概是四成 他說他們過去啊 他們大部分都是做那個比較粗糙的 比較不好吃叫巴黎菠蘿 2016年他們開始種植台灣的精湛鳳梨 還有叫甜蜜蜜鳳梨 然後他說他們有2000畝 大概是133公頃的這樣生產 表示什麼 表示中國他現在已經告訴台灣了 我一方面同一天喔 就是這麼巧 我禁止台灣的鳳梨進來 第二個我宣傳我的廣東徐文餡 金鑽鳳梨 所以我剛剛講養套沙 但我們有很多的台商 他們的這些種子哪邊來的 也是很多台商帶過去的 所以這叫養虎為患啊 你既然養了這隻虎 他反過來咬我們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講養套沙 因為中國他有錢嘛 你們那些不是鳳梨的鳳梨我也買 那你持隨滋味 不錯喔 這個鳳梨你中國都買 我們就一直賣嘛 賣到後來 你知道這個馬菲一直吃多了之後 我有一天把馬菲斷掉 你什麼就沒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今天我們的農民要覺醒 真的我覺得政府在蔡政府前四年已經開始在做一些農產品的轉移了 可是可能我們的力度還不夠 或者我們農民還是認為中國的市場 他們覺得這個比較可以賺到錢 但我覺得經過這一次的這個教訓之後 大家要清醒 蔡政府應該在未來的四年更強化我們的農產品 要更加的市場分散 瞭解 廷文兄怎麼看 你說他沒有政治目的嗎 他絕對是有政治目的 那因為他以往的手段都是如此 之前南海的問題的話 他把菲律賓的那個 巴拿拿就香蕉 整個貨櫃都卡在海關 用海關這個所謂的檢驗程序 來卡住這個這個巴拿拿 全部都爛掉 爛在這個中國的這個港口 你說這一次對澳洲也是一樣 你看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面對釣魚台問題的時候 制裁日本也是用稀土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根本就是 臺灣因禍得福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簡單講就是說 你今天中國露出正面目吧 你一月二十號拜登上台的時候 你中國跟拜登講什麼東西 說我們也要根據國際的貿易規則來走 現在你有再根據國際貿易規則在走嗎 你現在打給是美國看的 那不好意思 美國布林肯上台的時候講什麼話 就是說你中國都是用外交經濟跟居事手段 在脅迫台灣 現在不叫正巧你就掉入這個 美國自己講的嗎 經濟手段脅迫台灣嗎 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走WTO 你要不要跟我們到WTO去提出訴訟 所以我簡單講 就是說其實胡錫進不要自己在那邊開心 因為如果現在有什麼樣的水果 是受制在你們那邊的 趕快講出來 全部都臺灣的分散的市場 全部都一起分散 西南向 不好意思 菲律賓還有東來亞國家 很多國家都產鳳梨 產這個波羅 事實上臺灣跟東來亞國家是什麼 是競爭關係 事實上我們的鳳梨是要銷到哪裡去 銷到已開發國家 銷到俄羅斯 澳洲 日本 歐洲這些國家的不是銷到東來亞去的 東南亞 澳南亞 澳南亞最多 是啊 那你朱麗倫在講這個什麼話 因為你代表你是沒有做功課嗎 還是你故意講這個話 也就是說你在講到西南向沒有成效 這跟西南向有什麼關係 西南向要看產業 要看種類 要看水果的產品 不是這樣隨便說 我鳳梨沒辦法銷到東來亞 就是說代表西南向失敗 鳳梨是熱帶跟亞熱帶的水果 對嘛 所以臺灣 我們就要銷去很冷的地方 他們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互補的市場 而不是一個競爭市場 所以搞搞亂七八糟 所以 我覺得國民黨這些人 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常常就是不經大腦 直接膝蓋式反應 然後直接思考 那有一種情緒化的反應 又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仔細看這個問題的話 我倒是會認為說 這件事情會因禍得福 第一個臺灣可以分散市場 第二個很簡單嘛 WTO 走WTO路線 看你中國敢不敢 中國最怕的就是讓臺灣到WTO去 第三個是什麼 很簡單 就是說你這個臺灣來講的話 跟美國之間的這種關係 還有一個概念就是什麼 中國大陸的內部 我發現到這件事情上面 對臺政策的不穩定性 怎麼講呢 前幾年你不看會臺措施 對臺措施 二十一項措施 這就不是對臺灣很好嗎 要拉攏臺灣人嗎 結果你今天又出招 出這一招 然後要什麼 臺灣農民 沒辦法這樣很容易的銷售到中國大陸 或怎麼樣 用這種貿易手段來阻擋 你一會兒要這樣子 一會兒要這樣子 那你到底是跟習近平的政策是違反的 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發現到說內部的有點亂 他的亂的原因是因為他對臺政策方面的一個 不管是政策面以及執行面 似乎來講沒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同步協調 所以簡單一句話 就是說中國大陸讓大家看破他的手腳 有 對 感谢观看